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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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这些大部分都有讲 我们可以跳过去 我们要详细地讲比较值得讲的 豪里这个豪字我们习惯是下面用的是毛字 上面的高字中间这个高是要一点是比较理想的那上面有一点是少掉的 这个梨书本上所写的是毛字那我们现在习惯上是李宗里的李这两个字我另外来写一下这里一点 哦 爱什么UM 侮辨楼子 這一點這一點 這簡化三化變兩化 這個這麼寫的 這個離字 這邊 是中間的部分簡化成兩點 然後 這是原型的寫 這裡一點 這裡一點 然後 這裡面有一點 這邊倫經和莫哲也 前一次都有講過 護全神對義 這個前字是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現在這話沒有 所以我再重來講解一下 古字這裡有一話 現在我們的字是這樣 所以草絲是從古字來的 古字的草絲就是要有一話 這個對稱點 兩個對稱 然後對稱還要連貫 還要連貫就是這樣對以後就要連貫起來 然後這樣子 如果 只有斜對稱兩點 會變成草絲頭 這樣的寫法來自於這個接的符號 這個接的符號是 這個接的符號是 對應的 然後還要跟它連貫 所以它是 比照這個接的符號來寫的 這樣子寫法就可以跟草絲頭有種區別 現在的寫法 鑽絲的前字 發展到歷史的這兩種 那這兩種 比較起來 上面這個有圖書記 鑽絲有圖 所以 由這個再去發展 發展到 沒有 沒有一畫的 有的有一畫 有一個畫 有一個殘頭燕尾 有的沒有 那我們現在呢 所寫的凱絲是沒有殘頭燕尾 沒有中間這一畫的 但是那個時候 歷書發展到草絲來 是用上面的 用這個字 來發展到上面的這個字 上面 那也有寫這個字的 寫這個用孵的寫法的 但是孵的寫法 是筆畫比較多比較難寫 比較寫不下去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 經常看到的就是 這種寫法 它是跟那個 接的對稱符號 然後連貫一畫的 二階的上面 對一 對字 這個右旁的步手 是寸字的 所以它這樣子寫 是 比較短的 再長一點 另外 這個意志的中間這四點 它寫的 這樣寫起來像 無 像有沒有的無 所以我再來 詳細的再解說一下 草絲的規則 上面如果是對稱的話 可以寫三點 對稱 然後 這兩點的連線也是一畫 所以一畫 兩畫 三畫 四畫 五畫 所以五畫 去簡畫變成三畫 然後 像這一點點在外面 繞圈點在外面 這個就是要分出來的 現在 這一個寫的太下面太短了 太小了 所以 就交代不清楚 它是在這個範圍 來寫的 另外 另外 這個 意志 一點 一畫 中間可以簡畫 所以意志 可以這樣寫 因為這裡也是一點 這裡也是一點 然後 然後 來 另外 另外的 這裡面 它是 草絲 中間可以簡畫 但是中間可以一點點畫 然後 這個也是一 現在 如果是五烏 五 五的中間也可以簡化成一點 所以這個像五 像一 但是嚴格上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也是可以的 兩種形 有 油標 做 允 油標 上一次有講過 做也不用講 我們 我們來談這個 允字 這個 彎的 打成直的 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 要簡化 這個中間的部分 這裡 這裡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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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裡 這裡 這裡面有一點 所以要通過 通過這一點 再來 心是三點 或是一畫 所以它來了以後 一點 這個是代表線 細的 竹筆 一點 兩點 然後 裡面一點 然後兩點 或是 或是這裡寫兩點 然後 這裡一點 然後三點一畫 三點一畫 是這兩種寫法 我再寫一次 原形草 這都是實力可以的 我們先從允的 鑽書 小鑽 它是長王形的 它演變成 歷書的時候 是扁的 所以把中間這個 省掉了 變成這個字 那這個字以後 發展到了草書 接下來我們看孫國庭 這個隕子 已經是北種部首了 我們看看上面的 這個部首就是這樣子寫的 跟原來的是一樣的 符號的 然後看看下面 這個裡面的一點 它從外面拋到 拋出去了 那也是 我們參考 是在裡面有一點 或是寫陰痕 或是寫陰痕 或是寫一點 那都是 這個都是可以的 但是 它把它拋到外面了 已經跟原來的字 離了很遠了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這個籠子 這個符號 就是這樣子的 或是說寫原型 就是這樣子的 那不能再寫其他的 那個樣子 樣子就會認識不清 像是這個水 也是這個樣子的標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標 可能是跟頭部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不好的 其他的就是照規則來標 除了符號的 還有寫原型的 這兩種 勒字垂輪的勒字 它是從醫藥的藥的中間 簡化符號一點 哪一個 字垂輪 這個垂輪 可以參考左邊的這個垂輪 上 體 形長 體字中間簡化符號 上一次有講過一點 形長的長 習氣跟它上面的體 是一樣的寫法 所以這個就是 可能是習氣的關係 因為中間這一點 從這樣彎過來 寫得很不順 請參考 這個左邊的寫法 這個長字這邊的中間是簡化的 它的頭部是這樣來 然後接著來 這裡是一個簡化符號一點 從這個一點 經過了它這一點 經過這一點 這樣過來 然後這個 直的就打成彎的 因為草樹是彎的線性 然後這一撇 這一撇的符號是一點 所以它要經過到這一點 這個長就是這種寫的 孫國庭的長字有三個字 這兩個字是這裡都寫出來很不順的 我們來看上面這個 孫國庭的這個長字 這個是最後的點的 就是最後一點 它這個點法就是 合乎所有的草樹最後的一點 它跟懷樹的這一點 它都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選孫國庭這個長字 要選這個字 不要選下面那個 像賀茲章這個長字的寫法 也寫得比它順 這個去字 我們可以參考左邊 舉字 這裡為什麼有一點 我們來說明一下 這個是對稱 然後從這裡來 這裡是中間有一點 這是中間的一點 但是古字這裡有一塊 有一樹 所以它是來了以後這裡一點 然後過來以後 這裡再來這裡一點 所以說我們現在不能理解 這裡為什麼有一點 就是因為古字是這樣子寫 另外的圓字 也可以這樣寫 也可以這樣寫 公宣禮業的公字 最後一筆 拉上來是比較理想的 請勘考左邊 宣日 這裡面是一個日的一個對稱符號兩點 左邊的寫的是定字 所以這兩個詞語是可以互通的 有兩種版本 我左邊所寫的這個是足的符號 所以它是定 這邊是對稱符號 日的對稱符號兩點是宣 公宣禮業的禮跟這邊的上體 形長的體一樣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把這個改成古的左旁 改成古是比較理想的 廟尼神仙 我們可以跳過 請參考左邊 有 圓直 這個圓直的圓 它是土部的 它不是手部 所以請參考左邊是土的 直也是土部 但是 右邊這個是一個對稱符號 那我為什麼這麼寫呢 所以我再來講解一下 以前是從這個字發展到草出來的 它這裡是對稱符號 所以寫出來的是這樣子 對 那如果是寫成這樣子呢 那就好像垃圾的熱 所以為了避免會看出垃圾的熱了 以後我是有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在這裡寫法 另外一種寫法 一點一畫 然後過來 那這裡裡面有一點 這裡裡面有一點 然後我點在外面 這一點在外面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寫法 所以這樣子就避免 產生這個字 往窮的窮是 它中間這裡有簡化一點 它掃了 掃了以後 看起來就像溫泉的泉 請參考左邊 左邊因為有這一點 點下去了以後 它就不同於泉 是要тра迷的 可以有一種石塔 這裡有八道 水龍 粉塑 這天很天氣 也得到 本水龍